今次我们选择提升店铺营运及效益 因为知道大家做生意很难 吸引客户入店铺已经难 还要成功推销到产品 可以说是难上加难 我们注意到现在网上消费和电子商贸越来越流行 我们怎样可以令到客户仍然可以在电子时代 去到我们的商店里面去框街购物和选购心头号 确实是需要有新的思维 所以我们会提出新的理论 我们给一个新的理由客户重新进入我们的店铺 不是没得做 问题是你怎样做 我相信餐饮业经常都被人说有三高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租金高 人工高 甚至食材的成本很高 经营是要看市场的需要 看着客人的要求 保持自己的品质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环节 才可以面对什么的挑战都可以做得到 郑先生说得很好 当中也学了很多东西 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三高 食材高 人工高 和铺租都是贵的 所以我们的营商环境也很困难 但他给了很多资讯性的东西 为什么客人可以留住客人 怎样可以让顾客给个理由来你的店铺吃东西 在活动中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他讲很多他自己的实例 实例是最令人明白和理解过程 那些是令我最深刻 我们今天要处理的话题就是希望做得好一些 无论你有什么状态也好 其实我们希望做得好一些 在这里我想跟大家玩个小游戏 哪位能够将你那张20元扔穿过我这个呼拉圈的 我用100元买了它 太好了 来来来来来 鎗完无几 好好好 还要有两张 搞定 不? 你先带上去吧 不用了 不 我带上去吧 扎圈圈的看法就是 不用本或者都没所谓 但是你想想 坐在這裏真是很難成功的 但走出去真是不容易 不相信你真的拿到那一百元 原來業務發展有三個要素 都跟剛才的心理狀態掛勾 第一 你想要東西之前要付出 還有要主動行先的就有了 還有要信任 我們說做生意難有幾個傳統因素 譬如我們說成本上升 人才凋零 對手強勁 客戶難頂 其實是一直存在的 但有些新的因素也困擾我們 因為我們面對有三想 第一 電子商貿 上網 第二 上門 現在開始流行什麼 是上門賣東西又流行 第三想就是說 上網和上門賣東西會上癮 這些新鮮的因素出現 再加上剛才那些傳統因素出現 其實對零售業構成一個很大的壓力 和一個很大的挑戰 究竟其實零售業 接下來我們應該怎樣做 才能夠繼續提升效益 這就是我們現在要注意的問題 面對著這種情況 我們說傳統那邊反而好辦 傳統那邊 你用虛招也可以 用實招也可以 虛招就是做些優惠 做些推廣 實招處理就是不斷提高你的產品質量 培訓人員的裁股 但是如果要應對新的就未必可以 我們的看法就是要運用一個叫做 新的理論框架去處理 就是說 你要給個理由客人來到店鋪 原來這個世界有個這樣的叫做 為客提高更高價值的理論 它由最低的功能價值 一路上去到便利價值 聯繫價值 心理價值和經驗價值 那就是如果我們不朝向這裏發展 我還不斷停留在給你信息 我就被淘汰了 經驗價值告訴我們 就是現在看到很多飲食業 都將自己變成不是飲食業 以這個海底撈為代表性人物 它將飲食業變成一個Theme Park Theme Park就是經驗價值 慶祝你生日的心理價值 這個世界的發展 現在進入一個地方消費 不是那麼簡單 你不能只給我什麼 給我產品功能 網上代替了 不能夠給我便利 你要再進一步給的是 信息 給心理 給什麼 經驗價值 所以我們的結論就是 請你給我一個理由 要到你的店舖見一見你 傳統店舖的功能就是 吸引人來看 留住人來選 還有最後就是推動它來買 而且我們看回 它最多能夠達到 增值鏈的 我們叫做增加價值 這條鏈的頭四層 它不能夠一路一路再上 我有很多個夢想 我去到一間食肆的時候 它告訴我 不好意思先生 今天訂滿了 要排多久 排幾個鐘 你的選擇就是要排 要不排 要不排 先生 你介不介意我在附近幫你找一張桌 什麼叫附近 其實附近 不是我們經營的 不過附近這個商場 有三十八間食肆 我們都可以有聯繫的 你想吃什麼 我和你找一張桌 如果有哪間做到的話 你不管它有沒有桌 你第一時間就標過去問它 是不是 它第一時間標過去問它 它就贏了 總之坐滿之後我再幫你找位 有人在網上招攬店 就是說 將它 及時適時的 所有 入座率 要全部進入電腦裏面 就進去商場 就知道 哪裏有幾張桌 還有位置剩 立刻按進去 訂桌 這些就是增值 以前沒有人想 以前我坐滿 就叫你等 你等不到 那又怎樣 就叫你明天請早 你的服務就停在這裏 接著就穀光櫃 都沒有用 我們其實真正的無微不至 將心比心 以及以客為先 將會是一路這樣踏上去 我們給多些信息 和它做多些聯繫 滿足它心裏面 心理的要求 和給它一個很獨特的經驗 是每間的經驗都不同 是網上完全取代不到的 未來的服務理念就是 我們要做大企業的格局 但是小商店的情懷 所以現在我們說 什麼賓至如歸 代仁已成 此之不如這些 是網上沒有辦法做到的 這些字我們要重新提倡 陌生人的關係 但是我們給他老有記的待遇 問你是不是會員 不是 有沒有親民戚外會員 都不是 這樣我給不到九折你 不要緊 先生 後面那個 你可以借一張卡給他 想盡辦法 令客人覺得陌生人的關係 是老有記的待遇 現在追求的是 高科技和高接觸 世界好像是向前走 但其實是向後走 重視人情 交流感情 建立交情 就是現在 未來的零售業 或者服務業的 未來的一個 很大的指導思想 客人有新的表現 包括 現在的客人對權益很熟 很懂花錢 很懂要求 所以我們的員工要跟上去 我們將來的訓練 將會是要員工什麼都懂 我叫做人肉百達通 我們要給他很多 很多的訊息 和很多方便他的媒介 我們除了訊息之外 有什麼聯繫的服務 我幫你搞定 盡可能幫你搞定 有些看法之後 我們訓練我們的員工 在一個重新的角度 重新的角度 不是訓練他做人肉機械人 而是訓練他們對人 有一種重新的感覺 接下來我們有差不多一小時 就和一個經營達人 就是翠華的行政總裁 香港參院療養協會的會長 駱國安先生 我叫他Anthony 和我們講一下他的經驗 和大家可以問一下他的事 為什麼在這麼困難的時候 但是你仍然在增長 為什麼可以做到這麼亮麗的業績 上市的人都想一個問題 會不會你少了個小店風情那種味道 我們講客戶的經驗 體驗 怎樣去掌握住客人 是非常之重要的 我們在某一個屋邨 我最初去看他的生意 為什麼做來做去都不夠預算 我問他的經理 為什麼會這樣 有很多藉口 什麼產品 什麼 我們的價錢 很多 這些一定是會講的 我相信 我說不如這樣 不如我扔張問卷 你去問一下客人 叫他們每人做十張回來 然後做完之後 三個月內 那裡是升了30%生意 我相信同事是理解他們自己需要做些什麼的 做生意都很多時候 我知道很多 除了大集團之外 有些小商戶 我們什麼時候決定去做什麼 除了剛才我三個餅 那些要付出 我類似的 主動 那些之外 有時候 還有我想多加一件事 那時勢很重要 那大環境 是要告訴你 那一件事 不可以 想求 有時候 轉轉角度 那一步 做生意是很重要的 一步 裝備是很重要的 那些同事有沒有裝備 有沒有足夠的資訊給他 有沒有能力給他 那個機會來的時候 才可以幫 那件事 才可以啟行得到 可以才行得通 那是很重要的 有沒有什麼方法 可以提供給我們 就是 教導一下我們怎麼能夠 可以請到現在新一代的年輕人 去入行 做我們這些工作 其實這個問題 我們裏面自己都很合同 是一樣的 大家都一樣 人力市場都是一個競爭的市場 就是在市場上 你的吸引力 和你的對手的分別 每年我們都有一個 叫做暑期工的program 是一個體驗program 並非是一個打工的program 最後如果你有夠時數 我們是想去上海做交流 或者去武漢做交流 那麼那個重要點就是 咦 原來上班 有學 有人工收 最後呢 就有機會去一個交流 當旅遊也可以 這樣的方法 每年我們都有百幾二百個 年輕人進來幫我們忙 那些年輕人就做完之後 有了一個經驗 咦 也挺好玩 他們上了大學 很多時間有空 對不對 那麼就來做一個part time 適合做的 可能未來 可能成為我們一些 可培訓的管理人 我想是要走多很多步 那當然 可能小企業 就可能未必是 那麼容易去做這個program 那可能用回自己 用一個 他們的關係 聯繫 都是一樣 現在他們想 就要再早期些去開發 那個勞工市場 就不是說一請他就對用 而是在早期準備他的心態 準備他的興趣那裡 要花多點功夫 以前出來打工就是 沒有興趣那裡打工的 就是賺錢 有人請他做 但是現在就很講興趣 就是茶餐廳的興趣在哪裏 未做過沒有人知道 那麼他就想盡辦法 去讓他體驗過興趣 那我剛剛聽完Paul說 關於說如果一個飲食行業 想要一路發展 其實應該增值到可能要 經驗價值那些 你覺得 譬如說 經驗價值或者現在翠華 你會覺得做的時候 有沒有一些 你怎樣可以分享 有沒有一些例子 都是在做這件事 可以幫助我們的行業 或者自己的事業是更好的 很多時候跟同事 有時候我都走出前線 跟他們聊聊天 走去做訓練 我說 那個早餐 對於一個人客來說 是代表什麼呢 可能他吃完這個早餐 一會兒去見他的未來外母男 大家如果懷著這個心情 去奉上一個很用心做的 熱辣辣的 令到他吃完之後很滿意的 令到他有 energy 去健康很辣 是挺好的一個 experience 怎樣 drive那些同事 去到這件事 我想是要很多的東西加起來 才可以做得到的 翠華的員工很早已經容許說謊言 他們有普通話大事 簡直是很關懷 就是你講普通話 他馬上飛過來 哇 鄉里 聽到鄉里來服務你 就特別吃得開胃一點 如果你去翠華 你收拾得正一點 他會問你 今天收拾得這麼正的 我吃完早餐就見到未來外母男 什麼地方人士 上海人 上海人啊 這麼巧的 我弄兩句給你 待會你去見的時候 你說這兩句 一定可以 這個就是交情感情 和親情 如果你能夠做到這樣 我們說其實增值點 已經是去到心理價值 人才的流失率 都是很快 來來回回都很快 其實怎樣可以減低流失率呢 我知道是增加同事的歸屬感 其實在翠華方面做了些什麼呢 你怎樣去進來一陣 去建立一個職業生涯給同事 他知道自己下一步在做什麼 我們的 mission statement 第一句是 翠華人家 想著它是一個機器 還是想著它是你公司的一個財產 是跟你一起工作的一個夥伴 有個互信 大家的合作性是怎樣 是很重要的一個態度 你肯不肯先付出 你肯不肯先主動 和你肯不肯信任 如果這三件事 你都在你做生意的過程裏面肯做的話 其實你遇到什麼問題 都像Anthony所說的 其實那些很粗細的 做到很基本功德的 如果你覺得翠華這個經驗 是可以借鏡的話 其實你面對困境 面對成本高 面對難請人 你是不需要害怕 你要記住三件事 先付出 主動去出擊 和要信任 信你自己的信念 信客戶有為眼 如果你能夠這樣做的話 其實很多事業都可以建立 亦都可以面對到網上的競爭